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图 大家看看中国股市现在最新的走势 见到内地股市升风超过1% 上证指数现在升35点报2954点 深证城市升135点报10230点 护芯是升40点报3176点 创业板指数升31点报2184点 至于港股方面 月升月有现在升超过300点 升幅1.5% 报20671点 五国企指数升超过2% 升195点报8922点 这支嘉宾就请来Wafi和我们跟进下个视频 Wafi你好 Wafi上一节我们都说到外围 受到耶伦的言论影响 都令到美国股市向好 带动了港股今早都是高开 见到高开之后越升越有 留意到今天都比较多张数的期指和国子 还没结算 3月份期指和国企都是今天结算 至昨天3月期指仍然有超过3.1万张未平仓合约 合约值达到318亿 而国子3月未平仓的合约更加达到14.8万张值 合约值大概是646亿 见到那么多张数都未平仓 其实对市货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这么说 今天就是期指结算 当然你说以传统来计 可能很多时候大家经常说期指结算 即期指会转仓 可能在结算前几天会开始做 所以你说我相信要转仓那些 或者是要roll下一个月那些 应该都真的做得七八八 所以刚才如果你读到的数字 譬如即月未平仓合约 都依然有几万张 偏多的数字的时候 究竟它怎样解读 或者对市货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一方面这样说 你还可以今天去转 但是惯性的手势 未必会太多人敢做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在这些未平仓合约里面 可能有到今天 等它结算 自然去计算 结算之后就做了一个settle 因为始终如今个月计算 其实整个月都有个不错的升幅 即是二月分这刻月尾 同分月初去计算 所以变成本身假设这些 可能期指的投资者 是在月初或者月中已经拿好仓 理论上今天就算它不平 即是不去转仓 或者它用今天结算去计算 我觉得也有不错的利用在手 所以可能他们选择这样做 所以你说是否很大的指标性 我觉得是其中的指标 但又不要单单因为 未平仓合约还有偏多的数量 就觉得市会怎样 我都要看其他因素 而当然以今天回来 我市这样升 当然不离几个因素 一方面突然说 比如上一节也提到 外围方面 赢计的说话 令到整个市场也有更加 这件事也对港股 有正面支持 再加上 稍后再说 例如交行业绩表面上看 OK 令到大家无论股价或市场 都直接托上来 三年始终在前几天 即上星期回来开始 港股也做了一些调整 而一个调整之后 去到大概二十天线 初步也是站得稳 所以变相借一借小 今天再彈 我觉得也很合理 而且以这一刻 浪高力结 下个月怎样看 当然我自己对下个月的看法 暂时不算太悲观 一方面以传统来说 过去多年的四月份 其实表现不是很差 甚至乎是这样说 三月底过了业绩期之后 虽然可能一边箱 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提 那是否四月份 而我市场很悶呢 但再来说 有业绩的时候 大家怕业绩不好 有拖冷的事 但再来看 没有业绩的时候 未知是意味着素 除了一些不明眼素 其实有机会 可能连我市场向上也不出忌 所以我觉得 不是必然 市场会太过差 所以暂时 我自己对后市的看法 是偏向乐观的 但当然我觉得 还要看几样东西 变相也要看一看 例如上一集 这星期里面 其他美联储官员的讲话 美国的数据 内地的事情是怎样走 甚至乎 就是这一刻 恒指来说 究竟破不破到某些位置 我觉得破这些位置 可能今天 刷入几家粮股的业绩 如果要破的 可能破到2万800点 才会有明确的方向 如果破不了 我觉得 都是介乎2万点 至2万800 这800点去上落先 好 刷入时间 中巷 公巷 建巷 都会公布他们的业绩 不过国有银行 打头阵 公布了业绩的 就有交行 刚才Wafi都略略说过 说他表面上挺好 其实看回全年业绩 顺利岸年升 百分之一 是力保一个增长 起码都不用跌先 派息就维持 每股27分人民币不变 派息比率 是紧守30%这个关口 管理层就说 要维持30%的派息比率 其实是有一定压力的 但这个都成为了他们 分析员认为 一个很大的亮点 大家都很关注 耐人今次的业绩 还能不能维持到 牌绩 因为他一向都是高牌绩 来吸引股东 那Wafi 怎样去看他这份业绩 当然刚才也提到 业绩方面 无论于昨晚公布完之后 到今天回来 你以为现在的股价 涨了3%来看 市场是初步收落的 但是这样来说 虽然收落也好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是叫做表面OK 你说实质来说 是不是很好呢 我觉得就有保留的地方 因为其实这样说 今天这样升 实际上说得很对 就是因为大家本身 对耐人股今次业绩的看法 都不是说看他什么盈利 不是说看他什么不良看款 等所有东西 反而最主要看的第一点 就是派息 因为以往不断 耐人股派息是高 这是最大的吸引性 股值也是最大的吸引性 所以随着本身之前 大家在猜 今次可能很多浪人股 特别是国有几间 都有机会减它们的派息比率 而令到股息下跌 这件事是形成了 浪人股利淡的因素 所以大家本身关注 就是业绩的时候 究竟派息是否能保持得到 而以交刊整体业绩上去看 真是唯一一个亮点 就是派息就是能保持得到 因为派息比率 由2014年全年都是30.33 即是三成左右 去到去年15年 仍然是刚刚30% 即是轻微下降了0.33% 仍然保持到三成流上 亦令股市率维持在六厘、六厘 这些左右水平不变 所以派息仍然保持得到 那形成是今天回来 股价比较大的一个资产的作用 但为何自己说到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觉得业绩上看是一般 或者是比较多引优 因为从几个方面去看 盈利方面虽然是OK 有1%增长 因为本身预计浪人股没有增长 但它也可以保持1% 但我觉得某程度上 这1%增长 其实是由几方面 是所谓差利港做出来的 其他方面都回归正常的时候 应该不要说增长 可能倒退也不奇怪 因为为何这样说 一方面 以今次 他们的贷款减值的损失 只是增长了3.3% 虽然这个数字以幻来计算多 但以大家本身估计浪股 贷款减值的增幅 不算太夸张 即是3.3% 所以几意味着 其实可能他们的贷不够 未来也可能还要再贷 而且管理程度也提到 未来是有机会 因为不良贷款率有飙升 或是预期贷款也增加 可能会再贷 他自己也这么说 所以某程度上 我会觉得有机会 他们想 想整个大数出来比较漂亮 比较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而令到今次不撥这么多 可能撥到这样一刻 令到顺利也有1%增长 但如果真的撥足够 我相信盈利表现应该有更差 所以我觉得大数上说 不要单单有1%增长 比预期就觉得盘数很好 而且另一篇上升 更多一点 就是为何未来还需要再撥呢 因为今次 不良贷款率仍然在升 这是惯性的动作 大家认为了不是交行 其他良人股也是 但另一篇上 以交行的预期贷款 特别是90天 这些比较短期的预期贷款 是倍增的 这是有个压力在 而另一篇上 以交行的撥备覆盖率 亦是再跌至只剩155% 即150多% 变相和内地的150%水平 是刚刚多一点 即是意味着很大需要 很大机会是需要去集资 这是有个隱忧存在 所以我觉得变相 如果你说它又撥 又撥 又撥不够 又不够 減息损失也未撥得够 甚至乎预期贷款 亦是在增加 因此因素之下 不撥太多 才令它转利 可以有轻轻增幅 理论上说 整体业绩不太好 所以变相 我只不过 考虑今次 派息是叫做 保持到 和大家预期 有个预期为理想 才令股价今次划一划 但我自己觉得 可能短期没错 受着业绩 可能有牌试OK 会有机会做好一点 但以整个中长线 特别交换 或者浪人国看法 我自己都仍有保留 好 大家都留意着 稍后公布的四大行 会否都可以维持到牌试 不过现在看到股价全部都有支持 中行和公行更加 破了一个月的高位 两只升幅都超过2% 农行升幅都超过2% 现在在做2.8% 建行方面升幅1% 现在在做4.98%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和Wafi做新报 刚才说过股份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 好 谢谢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论证online的环节 稍后再见